Hello 大家好! Reiwan desu 目前已经来到6月24号啦 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啦 6月30号的时候 我们的气息活动就会正式开始啦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然是没有任何的相关情报啦 这个有点小可惜 那么这一次就打算跟大家来聊聊一下啦 气息的相关活动话题啦 在2022年的时候啦 也就是去年啦 因为剧场版联动的关系啦 XIVAPI 跟OMA 之上啦 是有特别做了一个video出来 然后因为那个video 也让我们提早知道 气息的主题是什么 去年就是未来特朗克斯片嘛 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非常期待 悟空 VEGETA 双人合体 VEGETO BLUE 然后有YOSHIA的语音 不过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啦 2022年的超级战意告出来 就是我们的特朗克斯跟VEGETA 亲子伽利克炮 当然他们的这个亲子伽利克炮啦 也是非常的强悍啦 也是大家都期待很久的一张卡 而且这张卡推出啦 也在当年度我们直接改变的版本啦 强 No.1 霸住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的久 然后来到现阶段来讲 因为他们的supporter member 里也出来了 依然让他无敌过后 又再更加的无敌 呵呵 非常非常的猛啦 那么 我们这一次的气息活动的主题啦 要等就是等到27号 超级战意告出来 我们才可以确定啦 因为6月30号出气息活动 正式开始的话啦 我们往回推就是27号 超级战意告 28号 角色能力 以及他的动画演出 29号 资料下载 以及30号的时候 气息活动 以及卡机 正式开幕 这么个样子 那是很期待啦 因为最近真的是有一点冷 所以这一次的气息限定 到底会出什么 我觉得是还蛮关键的 官方放置我们冷了这么久啦 应该要出一些超嗨的角色 让我们兴奋一下啦 哈哈 当然现在网上我们看到的很多 就是讲加码1号加码2号 算是很热门的人选啦 因为各位朋友的关系 刚刚推出嘛 然后我们资料包内 待机器相关的技能 很多都指向可以做待机器的角色 就我们加码1号加码2号 就非常的适合啦 那么如果是可以出 古吉他 什么古吉他 悟空白吉他 然后 合体 Vegito Blue 当然也是最好啦 元系去年的主题 但是我是觉得 应该放在九周年 可能会更加适合啦 因为那个九 反过来 有一点像那个耳环嘛 双耳环 那时候应该会害到吧 我们的九周年 不过现在目前是气息啦 OK 这边就是这个样子啦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气息活动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 气息的Dokkan Face Tanabata Dokkan Face 也就是我平时常提的 全明星卡机啦 卡机内会有20张珠目 而这张卡机最重要的点就是 会让周年解释 初复刻 也就是我们8周年 会在这个卡机中 初复刻啦 7月7号的时候 8周年的强悍 大家都知道啦 准备好500红币把他们给换出来 绝对就是 BEST 然后当然 气息活动 还有就是这个超感谢键 虽然 去年的后半段啊 跟今年的周年庆 这个超感谢键 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 甜头之类的 可是 可是 去年7周年的时候 在我最绝望的时刻 就因为这个超感谢键 我把超四双人 超四狗吉他给抽出来了 哇 来个档吉他真的是兴奋到一个不行 所以 我对超感谢键 已经有了一个信仰 我相信他可以带来希望 哈哈哈哈 所以 只要有超感谢键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 让大家在绝望的时刻 多了一个希望这样子 嗯 骂骂吧 就是这样啦 可是 因为这个卡吉他 有20个珠目 很恐怖 真的是很恐怖 我记得我去年抽到超级的 悲惨 哈哈哈哈 那么再来的话啦 就是波伦甲的这个神龙啦 还有就是我们的超感谢键 刚才讲到的嘛 在去年我们总数 是有拿到28张的超感谢键 不过 是因为啦 去年的销售榜第一 官方有额外多送7张 要不然对比2021年 通过活动排除销售榜第一这一点点啦 我们都是拿到21张罢了啦 所以就有个三次7周 至于28张这最后的7周啦 有没有的办法拿到 应该就是要看 那个销售榜的排名啦 然后销售榜的排名 就是重点在于 官方会推出什么角色 这个是非常重点的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一个 许愿短册啦 那 许愿短册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啦 就比较偏向让新手啦 补卡用啦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玩的比较久的老玩家来说啦 大部分的一般十抽卡 也已经是抽到蛮多了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这个是去年的表啦 可以交换的角色 其实是有一些啦 到目前为止 可能都还用得上啦 像是利比克 五到大会算是还蛮好用的 对于没有抽到魔少年的人来讲 然后其他方面啦 像那个Billowiz 它的双转珠 在去年的红旗当中啦 也算是为我们提供了 非常多的帮助啦 就进去我们的超市狗 其他team内 算是很好用的双转珠 嗯 然后这些卡 大部分都是等着 极限或者已经极限完毕 一般应该说都是拿来 怎么做 补未来信用啦 就是抽 换一些我们还没有 甚至还没极限的卡这样子 把我们的那个开路数给补上去 不过大部分应该都是补的差不多啦 OK 然后再来的话啦 就是我们最顶的这个波伦加神龙啦 每一年都是会有三周末啦 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召唤一次 然后可以许愿三次 它可以许愿到的东西算是还蛮棒啦 像超感谢键啊 许愿短册都是在里面 可是对于老玩家来说 许愿短册应该不是那么需要的吧 所以可能可以把它们给skip掉 然后它的许愿内容的话 我觉得有几样东西算是蛮棒啦 就是大街王啦 缺老街王神的朋友 这个绝对是要换啦 然后肉也是很重要 钥匙也还不错 然后剩下的东西就谁自己喜欢啦 然后在那个超感谢键 其中三张是通过这个波伦加这边换到的啦 要在第二周末的时候才有得换 可以换到三张 这个也是绝对要换的啦 嗯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要换什么啦 OK 这个就是我们气息伯仁加的这些小活动啦 然后再来的话啦 就是去年啦 去年的气息讲真的是还蛮兴奋的 要说为什么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免费战神 V蓝贝在这边获得了极限Zack觉醒 然后等了非常久的 季蓝贝跟立陶宏也极限Zack觉醒 哇 去年讲真的 知道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嗨 所以今年的嗨度啦 我是很希望官方可以做到跟去年一样 不要因为去年是讲 七周年本命年 只有那一年的东西做的特别好了 当然在六周年 我们的气息活动也是嗨啦 因为国际到出来的关系 哈哈哈 可是去年就完全被挤斗啦 哎 好爽哦 就算说立陈贝在除除出来的时候 能力真的是残念到一个不行 然后还被咽上了 官方 哈哈哈 哇 那个真的是热度很凶哦 官方真的是一直去 都通过那些玩家一直去吵 最后官方当然就是 应该是set好已经是决定要把他 正式极限的时候改成那样子的能力吧 所以最后我们获得的能力 还算不错就是现在的版本啦 强势 算是还蛮强势的 在免费卡当中也算是一流的 火力有办法上千万 防疫力的话就看我们叠防的速度 嗯 还蛮棒 然后再来这两张 既然被跟立陶龙 因为也算是被信心念念非常久的角色啦 都很强势 而且在极限之后 好爽哦 哈哈哈 虽然说来到现在已经是没什么来使用了啦 因为使用力度真的是不怎么强悍嘛 哎 就是实力的问题啦 不过整体而言 至少在热度上面是给我们兴奋度过的啦 嗯 好爽哦去年 哈哈哈 希望今年啦 官方也给我们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超级无敌嗨的气息吧 嗯 像去年这样子 超闷的热度 哎 当然啦 G-SEN ZEC 除了这三张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的 G-TAU-T G-TAU-T到现在啦 都还没有一个 perfect 的 team for 它 希望 尽快官方可以把他们给 Mesh out 上来啦 ZAMAS 当队 嗯 然后至于武特的话就算了吧 可以放置了 真的是残念 哈哈哈 OK啦 就是这个样子 大致上我们的气息活动 都是就这一些东西比较重要的 剩下来就看官方会不会开什么东西 然后重点啦 最重点的还是就是 这一次的主席到底会是什么 星期二 27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等来一下 或者就是 Oma 智商啦 可能提前 给我们一点惊喜也说不定 就再等一下吧 嗯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k Tani Bye Bye